昨天说到陈元基偷听到云武扬 和錦衣卫总指挥罗金锋的对话 那个心很惊 当听到云武扬说什么 为了一家一姓去争夺江山 这样做 只有害虎泥民百姓 陈元基听到觉得很有道理 是啊 为了一家一姓去争夺江山 真是害虎泥民百姓 那又何必 只要云武扬 真是情愿老死荒山 又何必要我去杀他 跟着 他又听到罗金锋说什么 是啊 云兄 你真是明达个人 小弟佩服 佩服 不过你知道的啦 那些人 既然要跟圣上做死对头 祸胎未除 圣上又怎样会安心才行 喏 云兄 你武功绝世 俗语都说了 炮死刘皮 人死刘名 云兄 难道那么怨老死荒山 这样做 太可惜了 不要这么说 不要这么说 罗兄 我的武功算得什么 武功绝世这个荣誉 只有罗兄才可以受之无愧 小弟 小弟 哪有这么多 圣上有吴卿辅助 小弟 这些荣才之辈 有什么荣雅 哎 云兄 你不要这么说 不要这么说 那你这样 你就太见外了 现在 因为潮上没有人 小弟才濫遇充素 这个敢以为总指挥的职务 小弟只是暂时待遇的 等文兄一出山 我就立刻让回你 哎呀 罗兄 你不要这么说 哎呀 你这么说 真是丑死我了 我做得什么才行 不是这么说的 云兄 哎呀 如果我劝他们不行 那又怎么办 哈哈哈哈 云老兄 你是个明白人的 不用小弟多说 你也知道的 是吗 哈哈哈哈 喏 如果你 你爱着 你们旧朋友的交情 这样 你不亲自动手 请老兄 将他们的终迹 讲给小弟知 那 当然 这些功劳 还是老兄的 怎样 啊 啊 陈元基听到这些书 那个心 在那夹夹阵 过了一阵间 只是听到云母阳 慢慢的说 哎 我隐居了这么多年 他们的行踪 我都不是很清楚 这样 请老兄 给三个月期限给我 三个月之后 请再为林山庄 小弟 肯定有个复命的 文武阳言下之意 他在这三个月里面 就将张士成那些部下的行床 全部查清楚 准备和朝廷换个高官厚杖 陈元基一听 不禁露气冲天 心想 哎呀 你不赞成 为了一家一性的争夺江山 自己不理事就算了 你如果暗中去告密 那就害死了很多英雄好汉 这个时候 罗金峰 大声地说 哈哈哈哈 好 雲兄 三个月之后 小弟 一定依时到访 这儿 我不方便久留 告辞先 听到文武阳 送了他出门口 又回到花园 只手 抹着梅枝 在那淫重一首诗 金过 铁麦东连行 孤苦梅花 啊 一片心 声音清澈 激昂慷慨之中 又好像 有很多话 很难说得出口 个苦衷那样 陈元基呆了呆 那个心就在那里想 想极都不明白 这首诗的意思 忽然间 听到对门 啪一声 打开了 脚步声 在外边走入来 陈元基 觉得很奇怪 哎 为什么 罗金锋 又翻转头呢 他又 跌起身 向窗外面 一看 哈 你一看 陈元基 整个人震了 为什么 陈元基 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相眼 原来 在外边走入来的人 居然是上官天野 云武阳 好似是有点奇怪 但是 他又没有学大家的身份 看了眼上官天野 动都不动 只是轻轻地问了一声 专家 专家是什么人 为什么三更半夜来这书 某一叔派弟子上官天野 来问候云老前辈 专家年纪轻轻 就学说大话 某一叔 不是今年八月就已经死了了吗 原来这个某一叔 是某独日的侄 某独日死之后 他就担任了武当派的掌门 陈元基听了 那个心就觉得更加奇怪 心想 原来上官天野 是武当派的的存弟子 为什么他从来都没有说过 这个云武阳 住在深山大岭 消息也真是灵通 连我都不知道 某一叔已经死了 他反而知道 这个时候 只听到上官天野就说 没错 就是因为师父去世 所以小辈才敢领受为命来这书 不知道我师父的妹妹 在不在这书 等小辈拜见一下 行不行 他和你们已经断绝了来往 不用你去怒饭了 你探他干什么 如果某家有心的 某一叔 在生前 为什么不来探他 云老前辈 你为什么明知顾问 我师父 因为 兄妹的情分 不愿意来拿回剑袍 但是剑袍始终都是我们武当派的 不能够永远在外人之手的 老前辈 借了已经二十年了 看来已经背熟了 原来某一叔的遗命 就是要你来做掌援 是不是 我虽然没什么本事 师父看得起我 我怎么敢推迟呢 等我拿回剑袍 我就回到武当山 接受衣缚了 这样说 除了你之外 还有谁知道剑袍在我这书 我都是三个月之前 才知道师父的遗命 我师父 为了顾存亲戚的面子 这件事 已经爆从了将近二十年 这都算对得住云老前辈了吧 这本剑袍 是谋家之物 不是武当派的东西 你知道吗 连你师父都没见过 没错 是我们师祖得了达摩古剑谱之后 自己创造出来的剑法 但是师祖是武当的掌握 那路剑法是综合了我们武当的剑法 师祖本来的意思 是想传给我们武当弟子的 你有没有亲意听过 你师祖这么说 云老前辈 你在武林之中 都算是一个数一数二的人物 为什么会说完这样的东西 难道真的死无对证了吗 云武阳一听 面都红了就说 如果有我外父的老人家遗书来拿 我或者会给他 那本剑袍是谋家之物 你的师父 只是他的侄 就算你师父亲住来拿 我都不一定会给他的 云老前辈 二十年前 你就已经明镇天下了 原来是这么无賴的吗 哼 你师父亲自来这书 他都不敢这么无礼 你居然这么放肆 云老前辈 我本来就想着 有得来就没得回的了 就怕我死了之后 消息一传出去 武当山 智元掌楼 就会拆开我的遗书 那时候 我们武当门下 都会知道我是怎么死的 我们武当派 你或者会不怕的 但是 天下武林的议论 恐怕云老前辈 你都挺难顶的吧 云武阳一听 我心里有点害怕 但是在上官天野的面前 又不认低威 他只要说 云武阳一生 从来不怕人家威胁 我不是见你年纪轻轻 有点本事 爱识人才 我早就打死你 你是不是真的想要那本剑谱 你是不是真的想要那本剑谱 这句说话 外光内游 陈元基想 上官天野 一定会趁机 抓住他不放 哈 谁知上官天野的口气一扁 忽然间说 我早知道云老前辈想独霸天下 要做武林的第一剑客 那本剑谱 怎么会轻易交回给我呢 你既然知道 那你还来这里要什么 你不想还剑谱都可以 但是 我要你放回的人给我 我出去之后 绝对不提剑谱之事 和任何人都不提一句 云武阳听了 觉得很奇怪 想不到上官天野 居然肯用剑谱来换一个人 还牺牲不做掌援 什么人值得他这么做呢 他想了一下 面色都变了 原来云武阳有个心病 他想着 是贸家叫他来 接他的老婆回去 或者是看中了自己的女儿 所以就提出用剑谱来换人 你说 你说 你想换谁 如果你说出半句无礼的说话 我立刻就打死你 好 一言为定 请你放了陈元基出来 什么 谁陈元基 你不用在那里吹大炮了 在那里诈傻扮懵做什么 陈元基的匹马还在门外边 就算他跟你对打 难道以你这样的身份 这么有威名 你好意思吗 打个受了重伤的人 你行不行 云武阳听他这么说 突然间醒起 我 陈元基 难道就是我女儿救回来的那个年轻人 现在还要躺在房里面 我连名都没听过 我怎么会跟他打才行 云武阳 还在想着 上官天野立刻就说 怎么样 一本武林秘笔换了个病人 你没有吃虧了吧 陈元基是什么人 你为什么肯拿剑袍来跟他换呢 连掌援人都不做 求我放他回去 为什么 没事的 是我打伤了他的 他因为受了伤 我没办法跟你打了 你被你打赢了 被你打死了 那我有什么面目 见武林之人 陈元基在书房里面听了 好感动 云武阳听了 就更加糊涂 云武这么大的人 第一次听到这么奇怪的事 居然有人 情愿不做掌援人 求我放回他的仇人给他 听你这么说 你都算得一个英雄好汉 不敢当 问老前辈 我这次情愿不做掌援 连命不要都可以的了 好 那你就将条命交出来了 突然间 双子一坦 一挖到上官天野的面门 上官天野连发梦都想不到 云武阳会一边说话 突然间发动袭击 哇 攻势都不知多猛 说到就到 啪一声 那只手指 已经到眼前 只见云武阳 出子如电 指尖 已经到眼皮 只要他轻轻一挖 上官天野双眼挖 就已经飞了出去 上官天野 没时间想 盘着盲了双眼 啪 一掌打出 两人面对面 离开不够三尺 按道理说 上官天野双眼就盲了 云武阳 一定被上官天野 啪 一掌 打中 啪 怎知一掌打出去之后 不见了云武阳的身影 咦 那 上官天野那掌打落哪树呢 咦 原来 打落落棵梅树上面 整棵树那些梅花 好像落雨那样落落地下 连树枝都打断了 上官天野双眼 什么事都没有 上官天野呆了一下 立刻收掌回身 只听到云武阳在他耳边笑着说 哟 我哟 没错 你这一招的确是武当派的传手法 来 再試我這一招,上官天野驚雲未定,又覺得雲武陽那隻冰冷的手指已經點到自己的臉,馬上來了一個盤龍妖步雙掌齊推。 這一招叫做盤龍雙推掌,是武當掌法精華所在。 上官天野,盤熱死發掌,掌力怎止千斤,突然只覺得掌心碰到的,軟臨臨,好像沒有東西一樣。 哈,一千斤的掌力,居然被雲武陽輕描淡捨,一下子就射開了。 上官天野,嘩,這一驚非同小可拿,剛剛想退步抽身。 那個小艷張援月,已經被雲武陽一指封開,一聲就跌到地下。 這幾下,真是快到好像閃電那樣,陳元基躲在裏邊,什麼都看得清清楚楚, 一點都沒有留。 雲武陽不單是輕功絕頂,劍法驚人, 還練成了武林小見的一子閃宮。 陳元基見到這樣,真是吸了一口冷氣的心想, 唉,想不到我今晚的死期就是這裏。 他拿起了長劍,就想說開門出去跟雲武陽本命。 他明知道自己的武功,跟雲武陽是沒得打的, 但是上官天野既然為他而來,他又怎能夠丟下上官天野一個人逃走才行。 就在這個手,忽然間聽到雲掃掃的腳步聲又跑了出來, 遠遠就說,爹,什麼事啊? 哦,沒什麼事,有個賊仔亂闖進來,讓我抓住吧。 哈嘎,他雲掃掃,有欲備沒有貪士, 另gombo有這麼愁的賊仔都來我家去偷業 他想要死就可以了。 雲掃掃掃完,看了眼上官天野, 看他戲勇非凡, 雖然被雲武陽封了月讀不能夠說話, 那雙眼露出憤怒的神色, 一點都不怕。 有不似的小偷,那個心就很奇怪,正想問問那個老爸, 誰知眼光一望,望見雲無仰,臉色都不知道多難看, 還聲陣陣地問,素素,你拿著什麼? 原來雲素素拿著兩件衣服,一件是外衣,一件是內衣, 這些衣服原來雲素素,趁陳元基昏迷的時候,幫陳元基換了下來, 洗乾淨了血跡,曬乾了,現在準備偷偷送回去給陳元基, 現在被他老爸這樣一問,臉都紅了,不是就是那個人的 那個人是不是叫陳元基? 爹,你怎麼知道他的名字?你跟他聊天了? 哼,你給我馬上叫他出來? 爹,我收留他,難道他是壞人來什麼?爹,你為什麼不生氣才行? 有事,你明天才再問他,這個時候問他幹什麼,人家還在睡覺? 啊,雲素素說到這裡,房門一響,陳元基已經走出來就說,不用叫了,陳元基來了, 那晚,那晚,正是七月十七,月光很光,雲舞陽看了一下陳元基,心頭一陣,心就想, 咦,這個人,我好像在哪裡見過那樣? 但是雲舞陽很久沒有出山,沒有跟外人來往,這個雨臭味乾的年輕人更加沒見過, 雲素素,見陳元基出來,他馬上就說,爹,你要好地問他,不要嚇壞人家,人家剛好回來的, 素素,你走到那邊,不要多嘴,雲素素,從來都沒見過父親,用這麼難看的臉色來對他,很委屈地走到那邊,這個秀,突然聽到雲舞陽大聲地說, 你這個年輕人真是大膽,是誰派你來的?是你一幫老朋友,我的叔伯伯叫我來的, 雲舞陽眼光一掃,盯著陳元基就問,聽你這麼說,寧尊大人是我以前的同僚了, 你老爸叫什麼名字?他在張士誠播下什麼官職?這個秀,雲素素也都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他父親一眼就看出了陳元基的來歷? 他不知道,原來陳元基那件內衣上面,受了一隻紅鷹的標誌,當年張士誠近身衛視,衣服上都是受了這個標記,陳元基聽他這樣問,呆了一下, 這隻手都摸著劍柄,退了一步,他怕雲舞陽來的突然襲擊,咦,雲舞陽究竟有沒有殺陳元基?明日自說。 見到 SB 順頭, 最早就等了一下 acho出來。